大家好 我是小薇 今天视频中的主人公是一个22岁的励志小伙 别看他年龄不大 可是他的从商经验可不小 徒弟遍布全国 这里边还有大料我看 那个是那个啥 是一种也是一种料 它也好吃 现在的话也有十来个徒弟 省内省外都有 那你是大学生 然后你做这个 你都没想着你什么专业 学子临床医学 那你学医的一个 然后你又不做了 在这就是卖这个辣条是吧 应该也不是 其实早上呢 因为就在我们祥市中心医院实习 实习每天就是早八晚五的 下班也没事 然后就在家里人帮忙就是把摊子整理好 然后就出去再摆个摊 一般平常的话都是十一点就收摊了 十一点半就收摊了 就是你还上班你还这个晚上卖小吃 然后就是 因为我这人嘛 早上就是比较活泛 就是用陕西话说就是会来事 就是自夸的嘛 然后就和那代教老师关系都比较好 然后基本没咋上过夜班 就是在急诊科上过夜班 然后每天白天上班 下午来 晚上来就来摆个摊 摆个小吃摊 赚点薰果费 零花钱 放辣椒油 这是啥眼镜吗 接下来半 这个就要刚发脆 那这个放里边辣椒油它会不会咬上去就不会脆了 不会 一直就会脆 你看 它现在就不脆 时间长它也还是脆嘛 就是脆 主要你让它不瘦薯 嗯 这个也是十块盐一斤吗 嗯 这个是十五一包 嗯 这个面包的 嗯 最后一步 撒一点芝麻 先给人家弄的 人家要这个了 然后就是现在也注册了商标也有执照许可证都有 我的电就在这开着 然后这个是那啥啥脆 我这东西用的全都是啥 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 那个这油都是经过自己十几种料秘制而至 是的 放心 你 温度 这个 我 我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彩虹 特别多 冬瓜 四十分龙撒一个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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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有点几点臭了 有点像豆腐了 这些茶菜 要放室友 汤汁 汤汁 用酱汁 汤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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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